部長部長 好兩位首長 來 吳委員好 早 吳委員好 主席長 民國一百零二年的國家的總體稅入是多少 稅入是 一百零二一選 一零二的稅入是一兆七千三百零二億 裡面有沒有包括昨天 中央銀行在這邊報告的 把之前他累計的剩餘八百一十六億移進來 有全部就是繳褲一千八百億 所以如果沒有這八百一十六億以前移進來的 扣掉這八百一十六億是不是剩下一兆六千多億啊 是 但我們已經估進去了 央行繳褲一千八百億 那問題是央行這八百一十六億是最後一筆啊 繳完之後明年就要看天吃飯 看明年賺多少就變多少 沒有辦法把以前 剩餘的挪進來嘛 所以如果這八百一十六億不能當作是經常性的收入的時候 你預計民國一百零六一百零三年 中華民國總體稅入是多少 103當還沒有開始籌編啊 當籌編都會非常的辛苦 你主機的工作不是說在預測嗎 你不是在預計預測這個這個GDP成長多少 不是在預測CPI多少 那我現在請你預測啊 103的預算籌編齁那還沒有展開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 我當然是指大略嘛 當然不可能是指最精細 你估計是多少 當這幾年 有辦法達到一兆七千億嗎 那當然就說 還要會從財政部及相關機關去估計那個預算的情況 稅入的部分我等一下會問財政部 我現在是問你稅出啦 稅出是 那稅出當然現在是一兆九千多億 那你估計明年可以少減得下了 一百零三年可以減嗎 還是會再增加 那因為還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會 一零三求編的時候 我們會考量整個的經濟的情況 我每次會問你問題喔 你都答那個不著編記的 我現在就實際上直接很直接的問你 民國一百零三年你認為你的總體國家的 中央政府的總稅出 大概是多少 是 大概 一兆九千多億 不過還要看這個財化法通過的情形 所以大概也是一兆九千多億嘛對不對 對照目前的情況是這樣 是 那我現在請財政部長部長 是 臨機預算的精神是量入為初嘛 當然這個很難做到我知道 你剛剛有聽到我講的話喔 今年如果不把八百一十六億 原來中央 那個中央銀行過去累積剩餘的挪進來的話 民國一百零二年的實際稅入 事實上是只有一兆六千多億啊 嗯 那你認為民國一百零三年的稅入可以到多少 如果照財政 照他們主計處預估的GDP 增加三個百分點的話 您有可不可以估算民國一百零三年的國家總稅入啊 我們就估稅客收入好了 稅客收入佔百分之七十五嘛 嗯 那我們大概一百一百零二年度預算是中央的齁 就一二八零 一兆兩千八啦 那成長的話 假設用成長 全部用成長來算的話 大概就增加幾千億吧 就是這樣 幾千億 增加三個GDP 幾百億啦 幾百億嘛 幾百億 所以 很可能 一百零三年的總體稅入 根本連一照七千億都達不到啊 對 也就是說照目前的狀況 每一年至少都要再繼續借兩千多億啊 對 所以你這個公債法這樣子修啊 也不過解決遠前的燃眉自己啊 兩年後 問題又來了 我跟你講 我們一再在這個地方講 從台北市坐高鐵到左營啊 一個半小時 經過六個 六個都啊 真的是世界級的笑話 那你現在把孩子生出來了 地方政府養大了 員額變多了 只等升高了 錢你不讓他借 你叫他們去撞牆啊 始作俑者是中央政府嘛 是不是 是馬政府嘛 是馬英九總統為了 一個 新北市的選舉 台北縣的選舉 去倉促的宣布五都升格嘛 所以 才去弄出一個準值下司法嘛 我現在問你 光你 主機處跟 給我的 給我的資料 這五都升格 公務人員一年要增加多少啊 五都升格完了之後公務人員 地方的公務人員要增加幾萬人啊 那地方政府的財政怎麼辦呢 他就是得花那些錢養這些人啊 包括他的現在的人事經費 跟將來的退府經費啊 那中央政府 把那麼多的工作 丟給了自下司政府之後 你中央政府的原額還是 繼續膨脹 你的原額金減 越減人越多 你的組織金減 人數越來越多 光這一年來 中央政府的公務人員又多 又多增加一兩千人 所以我不知道 中華民國財政 你的收入就是這麼少 結果你的支出把它膨脹的這麼大 稅客收入 一兆兩千多億 加上 從地方政府的稅客收入兩千多億 總收入一兆四千多億 加上變賣財產 再加上中央銀行的那個外匯存體去累積的利息剩餘 你每年國家的總收入事實上就是只有一兆七千億啊 這還是給你高估的喔 一個餅就是一兆七千億 結果現在要來吃這個餅的人動不動就要兩兆多 馬政府執政下去中華民國的財政災難啊 災難就在眼前啊 你其實只剩兩條路可以走了 一條金減金費 問題是你人事你敢減嗎 你敢得罪軍公教的鐵票嗎 你退府金費你敢減嗎 另外一條就是加稅 所以張部長我其實很尊敬你 我第六屆立委就跟你同事過 我知道你是很聰明的 可是我在這個地方一再的提醒 你真的會變成 科稅部長加稅部長查稅部長 因為這一些要用錢都要你辦黑臉啊 啊不然錢從哪裡來 難道要中央銀行拚命 然後讓台幣拚命貶值嗎 要學美國那一套嗎 我們又不是世界通用貨幣 所以萌心自問啊 現在是根本就是 要把這個問題跟中央政府老實的報告 今天這個公債法這樣子修 再怎麼修都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今天修了兩年後又要修啊 那現在在修什麼 有修一個法律 因為他的適用時效只有一年多兩年的喔 你的舉債上限就是剩這樣子啊 而且GDP三個百分點不見得明年一定達得成耶 我認為主計處今年九次下修 GDP的預估啊不代表明年不下修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問你這個最大的問題啊 兩個站在這邊我一直問你 總收入國家一年度的總收入就是一兆七千億 結果現在地方政府這麼需要錢 中央政府也這麼需要錢 錢從哪裡來 其實公債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就是在分錢嘛 怎麼樣把它分得妥當 讓地方的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建設都可以進行啊 再這樣下去喔中華民國 將來就全部都是金長門啊 幾乎沒有資本門啊 今年的 中央政府的建設資本門那個 建設剩下一千多億而已啊 再這樣兩年後 全部都金長門了沒有資本門啊 天下有一個這樣的預算 所以你跟我講問題到底在哪裡 如果我們今天在那邊跟你討論說公債法哪一條條文 哪一個地方政府要分多少 吵不完啊 我要你老實的跟全國的民眾 跟立法委員講 你一年的國家總收入就是這麼少 就是只有一兆七千億 但是你一年的國家總支出 卻要兩兆多 到底怎麼辦 這個錢坑填不平耶 要老實說實話 我真的今天講我的看法只有兩條路 縮減支出 跟增稅 但是這兩樣都馬政府都不做 尤其對軍公教鐵票 我不是在批評軍公教 我們是用國家財政的總眼光來看 你固請這麼多的人 花了這麼多的錢 目的是要來讓國家茁壯啊 不是大家只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有個工作領個錢 然後把國家整個都弄垮了 這個對世代公平來講 完全沒有道理啊 我的小孩今年大學二年級 他即將滿二十歲 我看到他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他 他如果將來問我這些問題 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他回答耶 說怎麼會弄到現在國家變這樣 剛剛還有委員 其他的委員在開玩笑 財政整個都弄垮之後 台灣向世界拍賣啊 看哪個國家要收留我們啊 是這樣嗎 委員沒有這麼嚴重啦 我說明一下 我也講真實的狀況啦 我們現在是講在線啦 事實上國家沒有到債務危機的地步 我們現在是講說 要不要財政距離要管在線 我們在線是全世界大概超嚴格的啦 OECD他的在線是百分之六十 看看要不要這樣管啦 日本是沒有在線的啦 只要國會通過就可以了 預算啦 那美國是一個金額 譬如說今年是十四點六兆美元 通過就可以了 你都講你好的一面啊 不是 你問你是現在日本為什麼內閣 現在為什麼在改選你知道嗎 對我知道 是為了要加稅嘛 那如果中華民國的國民 大家都願意加稅 政府你也願意加稅 或是你願意縮減支出 政府這些不是問題啊 問題是現在政府這兩樣都不幹啊 所以啊 我的理念啊 就是說 在線壓得很低啊 大家不會朝局勢的方向 就會朝開圓結局的方向 就跟委員你講的那個方向一致啦 好啦 國家是大家的 你這個財政的這個這個 重大的這個財政土石流喔 如果不想辦法去解決喔 我看這個後果不可收拾啊 謝謝 謝謝 感謝各位請回 接著請林德福委員